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讲到 韩版8月14号的更新细部重点 第1个是这一次韩版更新的夏季的计票 计票区分为 第1个是一般服务的计票 再来是新篇章伺服器 还有第3个是高级的付费计票 一般伺服器是200万天币 新篇章是100万 高级计票统一都是3000赚 然后这次的计票跟过去一样 不是用天数来达成的 在你达成每日的任务条件 还有你的赛季条件 就可以获得经验值 经验值达到之后 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奖励 这里看一下计票的内容 一般服跟新篇章服的 物资主要差在4色硬币 再来如果你是买高级计票的话 他的物资全部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哪个伺服器 然后这一次更新的第2个大重点就是 神话级的武器能力上调 我们这边看到不管是一阶 或者是二阶精英武 他的 伤害命中 还有 基本的属性 利敏制全部都提升了 其中这些所有的神话级武器里面 提升伤害最多的是 真名王子琴剑 他的大怪伤害增加了4点 然后命中部分则是 神话步枪增加了7点 另外一阶精武也在这次的改动中 针对破坏圣洁界界这个 技能的发动率做了一些调整 原本是要每强化等级3 才会有一个提升 这一次更新后 变成每强化等级2 就会增加0.5%的发动率 以上就是这一次韩版的重点更新 我是钉钉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